来到第三场赛事 四班跑了1650米 这次就没有拆了赛事 预计的赔率方面 就算掩住排档 可能一二这对马 可能会成为这场的热门 大不如同 一楼排11档 二楼排12档 可能会增加了两匹买的难度 加上它们也不算是十分之一的马匹 所以我觉得这场也挺有爆冷的味道 所以我就拼了一只 转为谷草跑的鸿海威 这一匹马这路程跑了两次 我们看看右手边 全部看一看同情的时间 当中有一场 判断跑的就跑得不良于行 那场是全业本来的 22元 过来谷草都卖到22元 另外一场就比较慢的步骤 你看到蓝色的时间 它都一直留在后面 当时都在三班里跑的 而且上季尾的时间 它都很沉 先给大家看看前一场 这是二七六种场次 十当起步的它 一起步 六号仔前面也挺快的 红衣装 但是你看到这一天 放在前面的作响其成 你就会不期然想起 它跑得好就是 那天有点准备前车 还有些雨 比较前车 比较快 就转转转转转转转到 最后面四五的位置 最后的缤分游戏 缤分游戏都很辛苦 才可以追回第二个下场 再补充 这都可以不看 因为已经被添了后想的形势 而上一场又怎样呢? 重戴眼罩 以往这匹马戴眼罩之后就赢了 又在起步看 六档 套上蓝眼罩 这种马可能不算有很多前战马 就是说这一场301 不算有很多前战马 他给几步 捉住之后 有些前操 有些新鲜感给这匹马 放在前面走 可能重新戴眼罩之后 越走越开心 越走越起劲 头三段都比较偏快 自己一只望空走 头三段快了0.9秒左右 早时间全场是快 这些组里面是教理后上的 所以那些 有后竞的奥丰云、金针花王 甚至要在教后 在尾四那只敢管之星 是可以追上来的 当然了 回来的力量就不看了 你看到那个 开场的卡里面 写着说 红海威手流会好 这次因为排五档 预计放在前面走 有永逆线、万事成 甚至精彩飞动都可能会快 估计这只红海威 红海威 红海威 可以回转四五档 之间 外档的两分 南威策略和法利堡 一只我猜 一只会倒下 南威策略 我尚算猜 可以倒下来 所以 这一只 红海威这次 可能会有遮挡来跑 可能会好些 所以 上一次 有不算断的走势之后 看看会不会转场 可以拼到分头 纯粹拼一拼 因为这场的热门 不太稳定 另外次选 就冷敲一只 金铜 这只前一次 仍然是上名 当然我知道 那一场 12、12日 总场前250 前面放得很快 动力飞樱 所以外档的红酒杯 金铜 甚至上宝福满 在外档走 就赚了部速上来 而上一场 就在田祖炮1800 立刻带大家看看 首位 玻璃 粉龙眼罩 就是金铜 这一组 前段挺快的 最近很多 都可以提升名次 在外档赚了 其乐无穷 乘性追击 就赚了形势 而我刚刚在头场 我还没介绍 这只军林大地 和没什么用力的 千金一落 这一组的赛事 可能赛事小准也不差 反而金铜 在这里 拍着那只火马过来 昨天还没上位 一直跟着急 之后 回来也不太断 而且当人 你看到四匹马 在大我当 盖上来 里面 其实不太好 正正在金铜外面 千金一落 王隽 所以这只金铜 今次回到谷草 我估计有多少气量要求 加上谷草 应该比田草更加合适 如果前面的曼兆席 和永鲜 始终一里气量左右 这只金铜 可能上一次 跟着急 回来不太断 到千八 我觉得在这组里 熬些气量 可能会 够一直 拍一直 而第三 选择一只外洞的南威策略 其实看《神粗记忧》里面 潘顿已经 也务跳了一货 丹士 再之前拍《三原病流》 拍了一货 落草地弹杂 再之前 其实已经摸住了 转了窗后 看到一只马 在神火里 是淡定了 乖巧了 谷草料是有上名 但当时拍《宝跑》 是跟前一点的 看看这一批南威策略 今次会不会跟着那只 万事兴一起来 而另外说 《太开心》之后 马上就说 第四季《荆家辉》 你可以翻查 以往 晚上有眼罩 甚至乎 B1 或B2 或B- 一眼罩变动之后 他那场是零石跑得好的 看看这一批的《荆家辉》 上一场 我算是当跟跑而回 今次跑回合适点的老程之后 看看 上一次当《泥地》 马上就抹了 前置后 快捕捉了 看看可不可以回回两批之后 再进位了 第三场的时间里 选择了 白马洪海威 狗马金桐 2号南威策略 和5号杰家辉 各位 always 详 详